欢迎网友收看张教练桌球教室 本集主题是多球未球 那我们在桌球之前 我们要先会丢球 这个丢球并不是把力量往下丢 这个是错误的 我们要桌球的 手放在掌心朝下 然后手球用放 这个是要用放的 然后放完了以后呢 这个球会跳起来的最高点 我们这个球拍呢 有点像带球一样 只是它的力量是由后往前 然后它得跑直线 例如说我们要做直线呢 就是后到前 丢后往前 然后如果要做直线的话 这个也是丢起来的力量 跟这个球拍就学会是 它得跑直线 然后这个做手机的以后 你这个左手这个丢的东西 它就可以赢 不需要丢了 就是直接把这个手 手拿这个球往后丢 然后球拍往前打 让它们两个有点 有点相撞的感觉 像动作有点像这样 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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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边做的比较顺利 这边就可以抓多一点 抓多一些球 然后呢 丢到最后一个手 你这个手回来 抓下一个球的时候要快一点 这个就是要花时间来做训练的 然后下旋 接下来上旋学完 就开始学下旋了 下旋它有点像切球 它其实也是会跑直线的 会跑直线的 那它也要是丢球 然后呢 我们在做切球的时候 这个手跟身体稍微低一些 稍微低一些 你也可以 如果你脚会两只脚 蹲会算的话 你可以先用一只就好了 然后往前蹲 然后身体往前扬 然后做切球的动作 切球 好 切球 然后我们在做切球的做球呢 是不是有办法边丢边做 这个是我们在做下去 一定得丢球 丢球才可以做这个下旋动作 然后这个完了呢 我们就可以学一些测试 例如说你要的是右旋 右旋的话就是把 反正切球是平的对不对 你把这边往 往下压 这个可以用我们的做是 左手的十字把这个往下压 那这边的抓法就 没有固定 看你要 都不抓也好 一指三指 这都没关系 也可以都不抓 不抓其实是比较轻手 然后排面稍微 就是有点往下弯 然后呢 一样是后前 一样是后前的动作 这样 他就可以做出右旋 那左旋就是 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手勾起来 然后手勾起来 然后做在球的另外一遍 这边 这个就变左旋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测过来用反手 其实也可以做球 反手也可以做球 那通常这边在做的 就是做下旋跟侧旋为主 下旋是这样 就像你原本的切球 丢起来 做切球 那左旋也可以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 有个人喜欢 想要练那个 冲的球 也就是说 他可能对方拉 不然他要挡球 或是要做一些倒打的动作 这个地方也可以拉一下 这也可以做 这也可以做